大家好,兰花呀,它是一种呢,非常好看,但是呢,却并不好养的植物 所以,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啊,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兰花了配好土才行 如果土壤没有配好,那么就会导致兰花的根系啊,受损 然后影响兰花的生长 所以呢,我们给兰花配土啊,就一定要配备合适兰花生长的土壤 很多花员呢,会去网上看一些兰花配土的资料 可能很多资料里面都会添加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松树皮 为什么我们都会使用松树皮来给兰花做资料呢 松树皮啊,它不仅呢,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而且松树皮啊,它是可以吸收水分的 可以让盆土了,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松树皮呢,它也是属于一种菌 而这种菌呢,对兰花的生长啊,特别的有利 我们在给兰花做资料的时候呢,一定要将这个松树皮啊,彻底腐熟了 才能给兰花使用 腐熟之后呢,我们可以和一些珍珠盐啊 或者是桃莉啊,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石头啊 像这种小石头啊 在里面再加上一点细尿 那么这样的盆土呢,才更适应兰花的生长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兰花配土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